彰化鹿港在二十號傳出溺水意外 有四位年輕人前往張濱工業區的堤防邊遊玩 但其中一位少年落水失蹤 警方從二十號下午進行搜索 還出動了空拍機 空勤也動用了直升機來協巡 但是到二十一號下午五點 還沒有找到 搜救艇在海上來回尋找 救難人員不放過每個角落 但是二十號並沒有找到落水的少年 二十一號一早 救難人員再度出動找人 空勤直升機也從空中搜索 焦急的家屬趕到現場 怎麽也沒想到十六歲的黃姓少年 在中秋連假的第三天和朋友相約 到彰化鹿港汐水 卻出了意外 二十號下午兩點多 彰化鹿港有四名少年 相約到彰化彰兵工業區的堤防邊緣 而其中一名十六歲的黃姓少年 在北提尾的海域不慎落水 另外三名少年找不到人 趕緊通報消防來救人 檢消表示意外當時正式退潮 可能因為地形讓海水的拉力更大 少年可能不守水流的狀況而被帶到外海 截至二十一號下午五點還沒有尋獲 接下來將擴大搜尋範圍 也將加強消波快地地毯式搜索 要盡快找到少年的下落 記得林健身王龍濤 章話報導